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行来到华府 拜会美国友人及侨胞 他指出此趟行程是要表达亲美态度 并为未来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建订沟通管道 跟我本人完全无关 我只是作为国民党主席 必须要在我的工作上 做好政党的外交 重启驻美代表处 那如果就远程的角度 也为我们国民党未来的 总统候选人 然后建立沟通管道 那我们国民党的亲美的路线 很清楚的告诉美方的朋友 至于美中对抗局势下 国民党如何拿捏与中国的距离 朱立伦强调两岸人应保有社会面的交流 两岸还是应该要保有沟通的管道 保有交流的平台 那持续的交流沟通 是降低冲突降低误解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也会很清楚的告诉他们 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 我们并不会做 也没有能力做任何的政治性的谈判 或政治性的议题 我们强调的是社会力的交流 朱立伦这次走访华府 也将为国民党驻美代表处重启揭拍 他指出要让国民党的声音重现华府 呈现不同观点 中文社记者将今天华盛顿报导